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 而对于中国海军来说 二虎时代的到来 则将彻底改变中国海上力量的构成 这二虎就是中国的辽宁号 和已经下水的001号双航母 尤其是近期有媒体爆出 新航母001已经完成西装 准备海事的新闻后 各方又再度聚焦在 这艘真正全国产的航母上 今天我们来说 今天的节目 我们也请来了军事评论员和专家 一起来和大家展望一下 这艘大国重器的未来 讲到 就是说对这个航母 第一个最引起人注意的 就是这个命名 我们讲的现在新航母 所谓新航母 就是大家所说的001号 001号航母 还有一个002号 就是正在建的 那这个001号的命名 因为已经下水了 马上可能很快就要 就是服役了吧 所以到底命什么名 大家很多人在猜测 也都说叫卫温失良啊 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都是搜主意 首先呢 这个中国航母的命名呢 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它有一个命名的规则 好像海军有一个指南命名 就是这种大型的 什么巡洋舰啊 航母啊 都是以这个省市 就是有地区或者省份的名字 来命名的 一开始第一个是辽宁舰 是在辽宁建造的 它有一定的横移在里面的 而我觉得也不是说 这个人民命名不行 但是呢 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个规定 所以呢 就是用人民来命名呢 不是很 就是不现实吧 那另外呢 即使用人民命名 我觉得最合适的应该叫 邓时差 那也是赚成吉野 喊得多响呢 卫温 你想想卫温 大家也都说是失良 或者卫温 首先卫温我觉得特别不合适 第一个卫温知名度不高 他在孙权的时候派去找 那个叫党州和宜州 结果到了宜州 就是台湾了 待了一年又回来了 结果回来之后 也没找到先人 也没找到先当 对 还跟高山州打了一当 结果被那个孙权也围造 无功 罪名给杀了 你说多不吉利 用他来命名 我觉得又没功 最后下场也不好 失良可是不行了 失良你想想这个人物 这人物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 虽然解放台湾 就是收复台湾吧 这个也是一员战将 但是你看这个人的历史 一开始跟着郑成功 他老爹后面 后来又投降了清朝 后来清朝之后呢 又去投靠郑成功 后来又跟郑成功闹犯 又投降了清朝 又最后把郑成功 给台湾给收回了 那就是说这个人很反复 我觉得这几个人命名 都不是名字的方法 我觉得山东 大家都讲山东 用山东来命名 我觉得山东命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 为什么呢 我想到一个地方就是魏海卫 魏海卫就是中国历史上 就清朝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海军 北洋舰队最后被灭的地方 我觉得那是国耻 从那以后中国的这个开放的大门 包括中国跟现代化接轨的这个路啊 就被堵住了 我觉得从哪里倒下 从哪里站起来 如果能够用魏海卫命名是最好的 但是呢要用省份命名 我觉得最好就是用魏海卫所在的省叫山东 这是我的建议 我觉得确实用人民是不太符合了 我觉得我们这里的习惯 还有就是说 整个中华文化呢 就是你往后一看 其实有无数个民间的英雄啊 军事英雄各种各样的都是 都有在那边 你命名为政和也行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些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官吏 用地名是我觉得很合适的 那山东我们可以投票吧 对 但我认为投票的话 可以山东投票最多的 对 他其实海军是这样 他每个舰艇 他都有不同的命名 你比如说这个 护卫舰驱逐舰 就护卫舰一般都是二线城市 或者三线城市 护卫舰驱逐舰呢 一般都是这个一线城市 不是一线城市 不是一线 不是省会 就省会城市 不是那个直辖市 那么这个航母 现在是第一艘是辽宁号 因为它是在北海舰队会议 那么第二艘也有可能 我觉得第二艘呢 得看中央没有命名 是在于它现在还没到命名的阶段 因为要进入解放军协议的 加入解放军海军 就是形成战斗力了 这才叫做命名 那么这个命名 下一步要放哪里 就现在我们的搭配舰呢 是怎么放 你比如说 这艘舰艇如果放在 这个常驻在这个战桨 南海舰队 那你放个山东是不是不合适 对不对 对吧 那你肯定 这个不是很重要 那我不是 那我觉得就广东号了 就广东号了 就是说 或者海南号了 到来 来广东 我觉得这个 来广东的外联太多了 那不是 它就长在这里 它长在这里面 那么名字也有命名 你们郑和号啊 其他号 它这个就是训练船 它是以人民 训练船 人名就命名 然后其他的 你比如说我们的船部登陆舰 是以山 不是井冈山啊其他级就是山来命名 就他们海军对于每个舰艇 有不同的命名的这个 就是规则 那我觉得应该是我个人认为啊 他应该说其他省份都没关系 就看就看他在哪一个地方服役 如果说下一步就是配给东海舰队了 那有可能是江苏号或浙江号 或者哪里 如果是配给了这个 这个这个广东 那有可能是海南或者广东号 对吧 我估计 就南海舰队 这个我觉得 他这个命名 应该是在南海 我觉得应该在南海 南海 就看下一步 另外他还除了这个命名之外 还有一个编号 那个是怎么回事的 就是一般命名是不写在船头的 是吧 只是写编号 命名是对外的 编号是海军内部 海军内部 它有一些这个代码 包括你比如说 现在为什么叫001 这些都是设计之初的 其实的一个文稿 那么拿出来以后 网上就被广为流传 其实都不是正式的编号 航母它那个 其实在那个保密阶段 它都有这个保密编号 保密编号我们都不知道的 不可能知道 就是编号里面来看 也是配给哪个舰队 你比如说像咱们中国东海舰队 那就是这个东海舰队03 039 037到039 这个03字头 那么这个北海舰队11字头 11几 11 114 115 116 117 这种字头 那么到了南海舰队是17字头 驱逐舰 它这个编号都是有一定的 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服役放在哪里 是很重要的 服役放在哪里 它自然这个编号它就会 OK 那我觉得无论是叫什么了 这个001和002之间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从国家的意义的角度说 就是说辽宁建它是进口货 有很多方面都是都是从外面来的技术 那么这个新的002就是全面全部都是国产 那么它两者之间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呢 我想问比如说那个国产的这一个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突破是辽宁建没有的 咱们就这刚好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就拿这个模型来讲这个 当然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模型是辽宁号的一个小模型啊 OK 就说这个辽宁号的最 它的基于是这个是是哪里呢 它是一个叫俄罗斯的第三代航母 但是呢我认为呢它最大的一个区别有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动力系统是国产了 那么之前我们的动力系统呢 实际上是从俄罗斯这个乌克兰进过来的 OK 基本上这个叫蒸汽轮机 20万匹马力蒸汽轮机 基本进过来了 我们现在我们就得说我们国产能造出这个蒸汽轮机的 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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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航母也是常规动力 蒸汽轮机并没有采用这个核动力的方式 那么第二个就是整个电的设备完全的改变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设备是整个的海上的海军方面 其实我们的不管是造船水平电的设备 应该是领先这个俄罗斯五到十年 除了核潜艇以外啊 其他方面基本是五到十年 甚至有些是长达十年以上 电子设备是遥遥典前 所以说这里面电子设备一整套系统 我们完全完胜俄罗斯 所以这个肯定用国产的一整套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乡风阵雷达啊 包括这个一整套的这个飞行控制系统 包括就是等于说跟那个空就是海上的海军航空兵 跟这个对接的系统一整套的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啊 通过这个辽宁号来这个发扬光大以后 就有一套我们自己的东西了 那么第三个来讲就是舰载机 舰载机更丰富 以前呢他这个飞机呢 就辽宁号当时用的舰载机呢 虽然是苏33 但苏33实际上它的机库比较小 就它的设置没那么合理 它是80年代开始这个投入使用 80年代末应该是设计在70年代 在全球来说并不是很先进 所以那时候呢 就说跟美国机航空的差的很远了 所以我们在辽宁号用它的 就是当时拿过来因为没办法人家的 虽然里面仓是改了一下 但是主体没有改 我们这次就整个改了 就把里面的这个包括的机库啊 等等全部放大 里面的很多布线呢 按照信息化作战系统的东西 来进行重新规划 应该说完全的升级啊 跟那个辽宁号的区别还是有 但是整体的这个作战水平呢 没有改变啊 首先那个舰体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且这个舰载机 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歼15 应该说这两个啊 决定了整个这个 这个舰艇的这个作战 综合作战能力没有改变 但是它的这个优化 对于说 就是优化 进行巨大的 航母在世界上 可以分为俄式和美式 而中国航母自然要 坐有中国特色的 两位嘉宾就未来航母发展方向 有怎样的看法 航母的快速建造 和中国制造产业发展 又有怎样的联系 请继续收看 现在应该是中国 现在目前的发展 不做个预测啊 各方面的信息得到 应该是建造六所 六所航母里面呢 就是第一个 就是它的这个速度是这样的 正常的速度就是 这个舰艇 这个型号的80年代的 代表世界水平的造两周 然后呢 平直甲板的 采用传统的那个 就是蒸汽轮 蒸汽的那个 弹射系统的 也是蒸汽弹射系统 而且也是什么 就是常规动力 那么这个再造两艘 那么下一代 第三代航母 我们讲的 就是三代航母开始 也就是这个 三号 四号 从四号航母开始 一号 然后二号 三号 四号 四号航母开始 可能就是核动力 然后跟美军的 对标是美军的这个 伏特级 伏特级就是电磁弹射 它是这么一个 对标过程 这个规划是因为 要等一些制造链的支持 这方面的 制造业它是这样的 又有穿插 这里面就是经常 我们一直在 我们说第一代 就是一号航母 已经定了 已经下水了 对 现在大家在猜 就是得说二代航母 也就是我们的 二号舰跟三号舰 那么二号舰 三号舰 这个航母 到底造成什么样的 正常的规划 因为它航母的规划 它是这样的 它不是说 这个你今天有个新技术 我明天就加 你没有 这个没有那么 它首先就是 你这个要技术定型 你比如说 你这个技术在五年前定型了 你就不能改了 你不能我今天 我这车 今天我设计好了 我明天我加个天窗 后天我加个什么导航 没有了 定型就定型了 就这五年前定型了 你现在先有个技术 搞下一艘航母 这艘航母已经定型了 明白 所以说呢 在二号舰里面 有些东西 就到底看你怎么用 我主经理刚才讲说 是要搞这个 就蒸汽弹射系统 我觉得中国蒸汽弹射系统 不会再做了 对 所以这个 这个绝对不会再做 一定是电磁弹射系统 对正常是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 你讲问的问题 就这边有个问题 如果你做电磁弹射系统 全球做电磁弹射系统 一比一的 能够做的 就是这个实验的 就是中国和美国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 已经服役了 但它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做 电磁弹射系统 它那个耗电量非常巨大 这个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成功啊 就是 这个 动力系统的 这个综合推进系统 做得非常好 这是中国要 就是说 专家评估这一块 我们领先美国十年 就一般你说用电磁 包括电磁炮啊 这些东西 电磁弹射需要 大量的电能 就大量的能量 这时候你一般是 把这个电磁系统 是放在这个 这个 核动力航母上面 对 那中国现在搞不出来 核动力航母 于是搞了这个 就是 叫什么 动能 就是能量推动系统 就是把整个 舰艇的所有的机械能 让它开始发电 发电通过电脑之后 集中储存之后 在均衡的分配 就是说 提高这个用电的效率 什么时候可以用 什么时候 这个机器 什么时候要用 这个 如果不需要用的话 把这个电能 所以这很多 分开的系统 要合并起来 对 所以通过这一套 系统之后 就是能够做到 用常规动力的 驱动的这个舰艇 航母可以用电子弹射系统 这个我观察到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正在研制电磁炮 我们的电磁炮 如果装在普通的 这个常规动力的 这个驱逐舰 护卫舰 都可以 为什么 它通过你刚才讲的 综合分配这个电源系统 它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只有一个电磁炮 航母不一样 航母是不一样的 你可不要小看 这个东西可不是内一枚炮 打出去那么简单 它是一个整个 这个庞大的系统 首先这个航母的 这个动力 你像这个辽宁号 就20万匹 20万匹马力 这个动力 首先就非常庞大 然后呢 再加上你这个雷达 你现在全是用 大型相互的雷达 美国是没有 这么大型相互的雷达的 我们有一整套 大型相互的雷达 这个耗电量非常厉害 然后你再加电磁弹射 而且我们现在 又不是小型飞机 比如小型飞机 电弹射简单 F35小一点 我们现在动则就是 歼15 30多吨机的 对吧 大型飞机 你好了 下部的预警机 下部都是40吨的预警机 上舰 你把这个大东西 弹出去 全都是大飞机 你的定性就是 要不就8万吨机 大飞机 又是这个 特别耗电的 一整套的 这个雷达 什么电子系统 你需要那个综合系统 我觉得现在做不到 我个人不太看好 我觉得那个东西 现在目前是实验阶段 能不能真的用到航母上 很难讲 它可能有些舰艇改造 可以 但整个航母 如果说你要保持它的稳定性 从最科学 最优化的方式 因为你还有一个持续作战能力 你不能说我把这个弹上去就完了 好 对方飞机来袭 导弹来袭 你一分钟弹多少架 你能不能 到没电了 怎么办 你怎么搞 所有东西不是那么简单 要暂时情况下 你的这个作战能力如何考验 它是不是我们 就像用的牙刷牙杯 用了些就完了 这个打仗 要不就死 要不对方死 要不你死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要保障 首先是可靠性 第二个就是能用 不能用的话 一旦出问题 在满复核 这种抗人家 饱和打击情况下 用不上 你就死了 就被打沉了 所以这个问题上面 没有一点马虎的 所以说我认为 如果说你用电子台阶系统 用电子台阶系统 那你的动力系统 一定要撒强 那么这个东西 你可以用常规动力 也可以用常规动力 没有问题 不是说常规动力 蒸汽轮机 或者燃气轮机 这不可以 你可以加什么呢 蒸汽轮机 你比如说现在英国 叫伊丽莎白女王级 它是用燃气轮机 加这个全电推动 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加电子弹射 这一下子电就耗光了 这是从使用的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它 这个国产航母的这个建造 它对我们传统的一些制造业 有什么影响 它带动了一些什么方面的 还是它影响了一些什么方面的 制造业的板块呢 这个制造业 其实中国的制造业 跟这个航母制造的关系 就是中国制造业 积累了这么多年之后 给航母的制造提供了一个 必要的条件 反过来航母的制造 又推动了中国制造业 特别是原材料 这一方面 修材料这一方面的制造业 我能想到的就钢铁 对吧 钢铁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个钢铁 你比如说 它的那个炸钢 需要 现在航母用的钢材 是非常特别的 它需要耐高温 因为你在甲板上 飞机起飞的时候 那个尾厌几千度 要耐高温 然后到零下六十多度的 这个海域 就是你要 要看 能达到零下六十多度的 这个测试 要能够达到 而且到 什么情况呢 而且是防腐 而且要无磁 因为那个 什么鱼雷啊 什么导弹啊 都是通过磁力探测 技术嘛 所以你要做到 非常非常小的磁性 才能达到标准 所以世界上 好像只有四个国家 能做到吧 中国的安商铁铁集团 能做 所以 印度很有意思 印度也是造航母 但印度的工业技术 非常薄弱 等它就是 开业点 你弄完之后 印度不是个工业国家 然后才发现他们连钢材都没有 于是要急着急急忙忙到处找钢材 像俄罗斯买钢材 结果他那艘航母说是2005年06年开始造 说是08年就要下水 结果搞到现在 有第三次下水的时候还搞了一个笑话 到了那个船舟里面放上水之后发现船舟的门给那个淤泥打出来 根本出就出不去 然后现在人家估计 他说可能是要到2025年才能服役 所以要搞 就紫金甲 赵医生航母到服役 差不多五年时间的话 他可能要印度要搞个二十多年 所以工业的支撑非常重要 工业支撑非常重要 它不仅仅是原材料 而且是这个电子业 武器装备 包括这个能源 动力 很多很多东西在里面 就说你 中国基本上90%的材料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已经做到非常完美的一个供应链了 透视纷杂的文化现象 揭示内在运行规律 原点认知 从容超越 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 文化超深 会聚中心名医 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呼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弹时间的用电脑 都会引起一些警觉病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 健康加油站 流感是严重的病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影响孩子 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健康资讯 养生之道 近在健康加油站 眷客发展的历程 记录沿途的风景 展现最美的形象 2016印象重庆 以独特的视角 全面记录新活的重庆 将世界呈现重庆 不一样的精彩 从微光到产亮 这些一次奋斗共生的燃烧 打破制度 撕裂枷锁 我们要看到 破解石 那闪斗的灵光 中国航母的发展 是海军崛起的重要标志 航母到底应该怎么用 是作为进攻 还是防御用武器 我们国家的国防政策 是否会因此有大的调整 中国威胁论的当下 航母的建成 对于中国对外政策 又产生怎样的影响 请听嘉宾的阐述 中国的航母 如果说发展 第一个就是 首先我们就是保驾卫国 所以有很多外媒 那你之前讲说 是进攻性武器 又来保驾卫国 你跟我说完 我还没说完 我在讲 外媒为什么在 讲中国这个事 就说你们这发展 几艘航母 那是不是有 中国威胁论 对 对中国来说 有这么一个 首先是有一个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中国多少年来 都是被进攻的 我们看到 就特别是 那个鸦片战争以来 是被打怕了 外来海上打 不停地打 隔地赔款 隔地赔款 就是这个对于中国 一百多年来 对中国的老百姓 一百五十年以上 老百姓 包括这个 整个国民性 国民的这个特性 都发生了改变 就是 他不像你美国 偏一脚 谁打过美国 除了拉登以外 没人打过美国 欧洲是打过大战的 对不对 俄罗斯是被苏联人侵略过 不是 德国人侵略过 但是你 那你说中国当年 你看日本进来 多少人猎枪进来 打过 所以他是有被 这个海上被打过 打怕了的这种经历的 就是他有 所以他在海上 一定要找回 这种海上的 这种失去的东西 当年 那既然人家 到你加盟口打进来 那当年大炮进来 那我能不能 我在加盟口之外 我就形成壁垒 那么怎么办 你有什么 我就有什么 那你有航母 我怎么办 我先反航母 我在有航母 所以他就是 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这样子 这首先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中国 现在有什么 有以前的 传统的路权国家 因为 像海权国家 卖进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 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 就是国际贸易大国 海运大国 第一大能源需求大国 那这海上生命线 我们是 实际上我们要 从大量地方进口 这个原材料石油 这种能源的 那包括国际贸易 海运 全球都是 那么万的排列的 那你说 你要不要一个海军 强大海军 来保护你的 这个海上生命线 这是需求 因为我们没有盟国 我们像美国 有北约 有日本 有这些盟国 一堆盟国 有海外 400个军事基地 你没有啊 你完全靠的 就是自己啊 你说人家假如 咔嚓一刀切 给你卡住了 你这东西 全部你都动不了 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 所以舰航母 一方面就是当年 我们在海上被打通了 我们现在海上 我们在海上要拾回 我们当年失去东西 而且我们有能力 拒敌人于海之外 第二个 我们有能力保护 我们现有的 庞大的 那个紫金很激动的 像你们西方人 阐述了 为什么我们要拥有 法国航母 现在西方 像你们西方 对我们拥有航母 表示非常的恐惧和怀疑 到底要干嘛 所以紫金老师给你讲了 其实我跟西方人 也这样讲 其实很简单 我们之前是搞贸易 需要保护 害怕自己的油啊 就是这个能源的供应线 马六甲海峡被切断了 但没办法 美国就在那 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这个有 中国经过这么多年 经济发展起来 富裕起来了 我们不仅贸易走出去 我们现在全部走出去了 一带一路 通过一带一路 我们资本走出去 技术走出去 人员走出去 什么都走出去了 走出去之后 你很简单 你比如 忽然有钱了 有钱像以前旧社会 还要有看家护院的 是吧 我要运送于财务啊 什么东西 我得找保镖 我得找标局来压标啊 你说是不是 很简单 我这么多财富 在全球各地 包括我公民的安全 怎么去保护 所以建造航母 就是建设中国的这种 远程投送能力 远程保护呢 你远程打进来 你必须需要的 是吧 这完全能解释得通 很简单的事情 不用解释那么多 我们以前被欺负了 欺负不欺负 没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 有钱了 我们现在对世界 要做出贡献的 我们提供公共产品 我要提供公共保护 这些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放心 不会有事的 这个不是我的 但是呢 其实这个航母啊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有的人说是战略武器 有的人说是常规武器 其实航母不仅是战略武器啊 有战略威慑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 实用的这个 这个常规武器 就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以前这个苏联啊 是不想搞这个航母的 因为费太多钱 他觉得 而觉得 他把钱全部集中在这个 对啊 苏联不仅 我就加一句啊 苏联不仅航母的原因 就是他的海洋战略没强 因为他大部分的 好的港口都是动港 然后呢 不动港的这个黑海 还被人家这个 波斯布鲁斯海峡给掐住了 所以他没办法 如果他像美国 东西两岸都是大牙 他为啥不搞航母呢 他的经济实力 军实力足够 而且他们觉得 所以库子列祖 附属海经司令的时候 一直向那个 赫鲁晓夫建议 结果赫鲁晓夫去一下 把他炒了 你知道吧 然后呢 后来 一看苏联就觉得 咱们有核武器就行了 这是战略核武器 战略威慑力在这里 我就够了嘛 后来有一件事 我觉得改变了他们 就是1962年 这个古巴导弹飞机 出现了之后 肯尼迪特别特别强硬 咋办 打任何武器嘛 一人双方全部完 打常规战争 怎么打那么远 我没有航母啊 从那以后 我觉得这件事 彻底改变苏联的 这个对航母的认识 和对航母策略的态度 所以航母不仅 我觉得不仅是一个战略武器 而且是一个非常实用的 这个战术武器 好 那我们看了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大大的太平洋 现在从很多的角度都是 基本上就算是美国负责 对吧 那以后就是海洋两岸 都有这种 就是有 可以到 对到彼岸去 那个 做那种 移动基地 也可以到 那个太平洋 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做 可以 驻扎 然后呢 就是可以从那边 作为一个潜在的 打战的一个基础 那就现在那个平衡是改了吧 那以后的局势是有 是会有变化 那你不要盯着太平洋 实际上这个 实际上未来的 这个国际局势 这种国际关系 就是中美之间关系 中美首先太平洋 美国其实 一直我们讲的第一岛链 就是在第一岛链 那边 你家门口一出去 就被围住了 对吧 现在你突破第二岛链 也在你家门口 就是太平洋那边 你就别想了 你现在先突破第二岛链 然后我们第二岛链 突破完以后 我们就过不去了 因为啥 我们的远程能力都不够 人家的夏威夷 那边有一条线 拦着你过不去 我们只能往印度洋 或者南海到印度洋 就说中国来讲 应该说 它今后的发展 它不会跟在太平洋地区 西太平洋地区 它是有一定的化石权 和我们的那边 我们下期视频